美國財政部長魯欣星期二說 如果美國公司不被允許在中國經濟當中公平競爭 美中經濟會脫鉤 魯欣在彭博和警訊公司主辦的一個視訊討論會上說 他完全期望中國能夠履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條款 這行協議要求中國大幅增加對美國商品、能源和服務的採購 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在公平的環境下與中國競爭 這對美國企業和美國工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因為中國擁有龐大的、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 但如果我們不能在公平的基礎上參與競爭 那你就會看到脫鉤將會繼續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曾表示 有可能考慮讓美中完全脫鉤 他發表推文說 在各種情況下 美國絕對都保留了與中國完全脫鉤的政策選項 勞鑫希望國會兩院能在7月通過下一個援助計劃 客案將會更針對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企業 並讓很多人盡快重返工作崗位 他還說 美國經濟將會在今年年底前走出由新冠疫情引發的衰退